说一小姐姐生日聚餐 闺蜜送了一气球蛋糕没有告知 然后推说自己有事没参加 小姐姐接到蛋糕果然欣喜 这样的蛋糕还真没见过 于是迫不及待的一刀切下 结果就是气球瞬间爆炸 满桌狼藉 这意外的惊喜变成了意外 这礼物是走心了 但是也确实有点扎心啊 说英国艺女士的思维真的是太奇葩 她用废弃的牛仔裤和鞋 作为养花草的工具 白天看起来这是独特创意 但是到了晚上经常给邻居吓一跳 废物利用虽好 但这要是不了解情况 看着了确实容易心里吓一跳啊 说因为去野外露营的小哥 睡觉的时候摄像机忘了关 第二天醒来 她拿起摄像机发现 居然拍下了昨晚可怕的一夜 原来在自己熟睡的时候 一只猎豹闯进了自己的帐篷 还趴在床头跟自己睡了一觉 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 一身冷汗啊 幸亏自己睡着了 不然这说不定变成豹子的美食 这是因为熟睡收获了一暖包和珍贵的影像啊 说这是一男子花费了一周的时间 用三千根火柴做成了一只鸽子 看着自己做出来的鸽子 男子想要是点燃一根火柴会啥样呢 于是就把鸽子给点燃了 这一点瞬间成了烤乳鸽 没一会儿就成了灰烬 网友说白瞎了这功夫和手艺 您要是想试试 我买一堆火柴给你点呢 子曜 请不吝warts determining